我们来看各报的头条 又有东西要酝酿涨价了 新洲日报独家报道 陆路公交机构已经亮绿灯 允许学生巴士车资调涨5到10令吉 工会联合会主席阿玛丽就说 当局早前表明希望涨幅不要太离谱 而大部分的家长都对这个涨幅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学巴司机 学巴的车资预计将会从3月新学年开始调整 中国报的头条聚焦的则是疫情的课题 卫生专家呼吁政府对中国游客采取 较严格的防疫限制 例如48小时阴性证明 确诊之后强制隔离等等 因为我国虽然需要赚人民币 但是更需要先自保 避免我国疫情大爆发 虽然专家这么呼吁 但是卫生部就表明 已经准备好迎接中国游客 美日新闻封面就报道 部长扎利哈说 由于我国超过九成的人口 已经接种了疫苗 因此两种在中国流行的主流病毒株 BA.5.2还有BF.7 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那至于是否开放中国游客入境 以及是否强制检测等等 预料今天的内阁会议将拍板定案 好 中国因为疫情爆发 却开放边境让多个国家是提心吊胆 担心中国游客大量的涌入 会导致这个疫情大反弹 那多个国家因此就纷纷对中国游客 来采取特别严格的防疫规定 那我国是否会这么做呢 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 内阁今天就要来拍板定案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这边就有一篇报道 中国报的报道就说 这个入境旅游协会就呼吁政府 不要制定双重的SOP 那避免损害我国和中国的关系 怎么说呢 协会就说2019年疫情之前 我国是迎来了300万名中国游客 对经济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现在针对中国游客 制定不同的防疫规定 将会导致中国客转往泰国 新加坡 越南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 那协会就认为说 边境防疫应该要一视同仁 不应该针对中国游客 希望我国政府是参考这个世卫组织 还有中国官方的数据 再来做定夺 好 目前距离农历新年 只剩下大概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 你已经计划好团圆饭 要到哪里去吃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 恐怕真的要伤脑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南洋商报今天的封面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雪州各大的华人餐馆 还有酒楼的年夜饭 是已经一袭难求了 甚至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订满了 一些甚至爆满到年初二 受访的业者就说 挥别疫情之后 今年的订单都比往年来得多 虽然白物涨价导致价格变贵了 但就算民众自己买菜在家煮 也面对涨价的问题 因此索性到外去用餐 是更加的方便 那有业者就说 年菜涨价的幅度大约是 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 其中鱼 虾等等海鲜 还有猪肉 涨幅是相对比较明显一些些的 好 那说到猪肉 在过去一年 猪肉价格的涨幅是连涨不停 那为了避免消费者 在农民新年再吃到贵猪肉 大马猪肉商总会 还有这个生猪业者呢 早前就已经达成协商了 决定从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 到今年一月二十八号 这一个月之间不涨价 把生猪的价格呢 控制在农场价 每一百公斤 一千三百八十令吉 不过农历新年之后啊 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咯 那大马猪肉商总会的会长 周宝源 接受新周日报访问的时候 就不排除 二十八号之后呢 猪肉价格会再上涨 到时候呢 或许会再和生猪业协商 来稳住价格 他说呢 农场每一百公斤 一千三百令吉的 这个猪肉价格 其实可以说是 全球数一数二的高峰价了 那即便是在中国 早前的猪肉价格是 每一百公斤 大概一千四百令吉左右 那现在也已经调降到了 一千两百令吉 那周宝源就说呢 猪肉商总会呢 也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来会晤农业及粮食安全部 进行探讨 希望呢 农粮部能够协助 针对这个生猪 来设立这个定价机制 避免猪肉的价格呢 过于高昂 导致各方吃不消的情况来发生 这相信也是许多百姓 希望看到的局面 好 关心完新闻 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天气 那从这个雷达回波图 我们来看得到 这个云雨带集中在哪里呢 集中在半岛的这个东南部 还有沙拉越的中北部地区 尤其柔佛多个地区 清晨的时分 雨势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呢 到了下午的时候 情况就大不同了 那柔佛以北 从马六甲雪龙地区 北上一直到槟城 很多地区呢 都有机会降下雷震雨 而且呢 从预报的资料来看啊 各地的雨势 有可能会持续到入夜 降雨的几率呢 都会在50%到80%之间 而在温度方面呢 虽然白天的高温呢 大概是只有摄氏33度左右 但是呢感受上还是会比较热一些 体感的温度大概有36到37度左右 记得要多喝水 那休息一下 我们就稍后回到八度早新闻 看财经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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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